和你在一起我真的太累了 我尽心尽力地对你好 但换回来的就是你的看不起吗 我只是希望你能努力上进一点 别再花那么多时间做兼职 赚的钱又少 又没时间陪我 你是大学生 我就是个打工仔 咱俩差距太大了 我配不上你 我不明白咱们俩自己的感情 为什么要受这些影响 掌声有请这一队有请 男嘉宾小蔡24岁来自河北公司支援 女嘉宾小佳22岁来自天津学生 来 有请两位有请 欢迎两位啊 是理发的时候认识的是吧 对 是的 他是给您剪头发的 对 他在我们学校门口 那个理发店当学徒 然后我就剪头发 就认识了 当朋友了 然后后来他对我挺好的 然后我们就在一起了 这过程大概有多久啊 三 四个月吧 经常去剪头啊 对 有的时候就是 需要打理一下嘛 谁先对谁下手的 他先对我 现在交往一年了是吧 对 今天来是为什么呀 就是他现在想跟我分手 你不想分 我不想分 来 说说为什么分手 就是我跟他在一起 一年多了 就是起初啊 就觉得各方面都可以 挺不错的 然后现在就是我发现变得 就是越来越看不起我啊 我现在我只能就是 特别卑微地对他好 卑微 你跟我在一起很卑微吗 不卑微吗 那你为什么不向你的同学 介绍我呀 不是 我没有不向我的同学 介绍他 就是我同学 他们的男朋友都是大学生嘛 然后我是有一点虚荣心 我承认就是一开始没有跟他们说 他是我们学校门口那个理发师嘛 然后但是后来 我也把他介绍给我朋友们了 我也跟他们说了这个事 那是你介绍的呀 那不是我一来二去 给你每天送水 送饮料 送食的 给你打扫维生 人家都知道了 傻子能看出来好吧 看把你委屈的啊 现在还是学徒 还是已经大工了 我现在就是已经换了工作 为啥换工作呀 因为他觉得我这份工作 就是没前途 工资又少 没办法 理发现在剪的好多 挣好多钱 也很受人尊重啊 好的发型师 一方面也是为了尊重他一点 就是他希望我就是有上金心 然后就是能赚更多的钱 那你在他旁边开理发店的时候 他同学去你那儿剪发吗 剪 别提这事了 一提我就来气 就是我有一天啊 叫我闺蜜 我就想显摆一下 我有一个理发师的男朋友嘛 我就带着我闺蜜 去她那儿剪头发 我还专门跟她说了 我说别收钱 结果就因为这个事 她回来就给我大吵一架 说没收钱啊 没有啊 目的达到了吗 但是她还跟我吵架 她是这样 是跟她吵了一样 但是她是啥 因为第一次确实没收钱 不然我说 第二次我们老板发现了 扣我工资 又把我骂了一顿 那你说这理发店也不是我开的呀 是是是 我也是个打工的呀 等于说你既虚荣 小虚荣觉得理发师不好 你还带着周群去剪免费的头发 是这意思吧 嗯 你还嗡呐 你这个糊涂丫头 现在也辞职不干了是吧 对 做什么呢 现在就在压工资里面当小侄 那就当着呗 怎么又要分手呢 我觉得她这个工作也没什么前途 而且她自从当了这个小侄儿以后 她就天天说她忙 忙得连陪我一天的时间都没有 说白了就男生现在工作比较忙是吧 没时间陪女生 对对对 那我问你 什么工作那么忙 一天跟女朋友在一起的时间都没有 销售嘛 本来就是这个性质 加班加点的都是很正常的 下了班不还可以看看吗 下班 那你自己跟她说吧 就有一天就是她白天很忙嘛 然后她晚上下了班 然后我给她打电话 我给她打了好多个电话她都不接 就我就 然后因为我们俩是有个约定的 就是你可以睡觉 你困了你可以睡 但是你要跟我 就是咱们俩互道一声晚安 然后你再去睡 但是那天她就 我怎么就是给她打电话 找她她都不理我 然后我还以为她出什么事了呢 她一个人在外边坐 那咱们之前是不是一直打电话来着 对啊 那不就行了吗 那我困得我都累得睡着了 那我不知 你是突然之间没声了 那谁知道你怎么了 你万一要突然猝死了呢 这什么就猝死了这姑娘 人是不会说话你看着 大小姐 对 小姐脾气 对对对 你们家是家庭条件好吗 她家就是家庭条件 就是各方面都特别好 而且她也受过高等教育 我就不一样了 我家境就从小不太好 完成我得经常就是一发工资 一半都得补铁家用 剩下的钱我只能留个两三百 保证我的日常开销 剩下的钱我都给她 不是你还能剩下钱吗兄弟 基本上就是到我手到月底 已经没多少了 所以你们俩谈恋爱 你经济压力是不是还有一些的 对 就这样 我都在她生日前 我省吃俭用 我就是 起码要买饭 有一顿没一顿的 赞钱给她买了一条 五百多的项链 结果她第二天就送上了 送给谁了 我送给我室友了 你把你男朋友的项链 送给你室友了 不是 我觉得我们在一起 时间也不短了嘛 她但是她连我什么喜好 都不了解 她送给我那条项链 上面有个这么大的桃链 就特别俗气 然后正好我室友她特别喜欢嘛 然后我就送给她了 那你说放着也是放着 那还不如当个人情 是是是 其实这么看来 你室友跟你男朋友挺合适的 是吧 他们这审美情趣啊什么的 你没把男朋友一起送过去 那不行 那为什么不行呢 那 就是她省吃俭用买条项链 你导手就送人 我觉得她送我就是我的了嘛 那你送给我的呢 我有送给别人吗 就你有理 懒得跟你说话 懒得 懒得说话就分手呗 那不行 又懒得跟人说话 又品位又不好 那还不跟人分手 那图啥 那我觉得这点小事就分手 那成什么了 还挺坚持 我明白了 你有点受不了是吧 对 还有什么让你受不了的事 说了吧 就是我们俩刚在一块的时候 那段时间就是特别腻歪 每天也是要腻歪得很久才回去 晚上回去了还得打电话 就跟之前我说的一样 都每天基本上都得打两三个小时 但是我这情况吧 现在就是必须要努力赚钱 早上五点半 得去早餐店里面兼职 然后等我这个正式工作下班了之后 我有可能还要去兼职 等于你做两份工是吧 三份 三份啊 对 早上的早餐店兼职 然后自己上班 对 下了班之后再兼职一份 对 干嘛呢 就是为了想多挣点钱 想就是给他更好的生活品质吧 但是我为了他我也有付出过 就是我为了他嘛 我想帮他减轻负担 然后我就说我去那个奶茶店做兼职 然后他就不愿意了 是 挺好 这想法挺好的 当时我也特别感动 我就说终于懂事了 能替我分担压力了 结果呢 还没去兼职 首先给自己买了好多首饰 又给自己买了很多化妆品 又给自己买了很多新衣服 花的谁的钱 我的啊 那我不是觉得我出门 我要穿得漂亮点 他也有意思 不是 你去买茶店兼职 您买首饰买衣服干嘛 我没搞清楚 不是 我就觉得出门嘛 就得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嘛 那我怎么不能灰头土脸的就出去啊 所以说您前面正常 花了不少钱是吧 对啊 他这个也没错 是女孩子都爱打扮 这个我能理解 他到了奶茶店第一个健身 把我给撂里头了 你知道吧 不是 他到了奶茶店第一个健身 就是先给自己点那杯奶茶 克劳自己 然后我说你这是去上班了 还是去干啥了呀 见过他父母吧 没有 对未来咋想啊姑娘 我就想看他那个 也没有什么出息的样子 我就想要不让我父母出钱 给他弄一个做个小生意什么的 开个店之类的 他没出息吗 我感觉他每天就这样 不是 我觉得挺有出息的呀 我感觉他就是 每天说是当个小职员什么的 上班 但其实你未来的发展没有很大嘛 你只能 那你不能一辈子 都当个小职员吧 那他也许就一辈子 是个小职员 怎么了呢 那不行那 为什么不行呢 那样就是感觉一生都 碌碌无尾的样子 我不想让他这样 我想让他就是 有一种更好的生活 你是不是在心里觉得 他有点瞧不起你 对 而且他是 在说完这件事情之后 有一个附加挑战你知道吗 说你必须得到插门 嫁到我们家 那你说我作为一个大男人 我怎么能受得了这 不是我这个 当时是跟他开玩笑说的 我就说那个 你总是还跟我开玩笑 你知道我接受不了这种玩笑 你还必要跟我开玩笑 你为什么一直吼我 你在台上这么吼你女朋友 你就这么厉害是吗 给你面子了是呗 你到他们是怎么说的 也是开玩笑说的 我就是开玩笑的语气 我跟他说 其实也没有真的 我就是觉得他如果以后就是 干什么事干不好的话 要不就是我以后赚钱 又养他得了 人家也没打算让你养 但是我看他这样 那我每天不是照样在努力奋斗吗 可是你努力完了 你还是那个样子 不是这 还有这姑娘 行吧 你就是因为这个要跟他分手是吗 还有就是 还有呢 对 说还有吧 我们听还有吧 这个都是他跟我开玩笑 我就暂放在一边 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 就是我前段时间不是工作特别忙 不按吃饭 饮食不规律 然后得了肠炎 他就非要让我住院 吵着闹着也要让我住院 我就吃点药可以了 我自己身体我 急性肠炎 住院了 我没有 我自己身体我知道 我吃点药可以了 他又非要逼着我住院 那大夫收不收你啊 大夫住院也行 不住院也行 他就非要拉着我住院 可是我没有钱住院 怎么没有钱 我可以找我爸妈借钱吗 那你到时候如果真的 我娶你的话 你让我怎么面对你爸妈 可是你当时你那么难受 你那么疼 那我还不是心疼你 我想让你快点好起来 你有这么心疼人的吗 你把我的尊严放在哪里吧 住了没住啊 没有 他不住 他死活不住 然后就因为这个事 加上前面的累计 就要跟他分手是吗 对 我真的是他给我的爱 我承受不了了我已经 感觉就是特别卑微 所以我就是 咱们就是放过彼此吧 好吧 你看得上他吧 看得上 你看得上什么呢 我觉得他对我很好 还有呢 还有就是 就是很照顾我 而且我觉得 我其实不是很在乎 这些东西 就是想我们俩以后 一起努力一起走下去 其实啊这个 你客观地评价一下 就如果他不是你男朋友 你作为这个观众席当中的一员 你觉得这小伙子够努力吗 够 但是他会有出息吗 拿你的标准 我觉得 不会 为什么 他就算再怎么努力 他也还是重复着以前的那种生活吗 所以你其实是希望他要做一个彻底的 他的人生要有一个大的转变的 对吧 对 我觉得这样对他也好 那得学习啊 对啊 那得有很多改变才行 那你问过他愿不愿意呢 没问过 对啊 这就是冲突所在 你是觉得这个委屈是吧 其实我也有为他改变过 嗯 就是我们俩刚开始聊天的时候 我就是总是搭不上画 就因为他的那个文化程度比我高 就是有的东西 我就压根没听过 你是什么文化程度 我是高中毕业 我就出来 高中毕业就出来工作 对 他喜欢的那些东西 我压根就没听过 我也没见过 然后就是每次跟他聊天之前 我都是会做足准备 就是自己上网搜啊 这挺好 这个习惯坚持下来了吗 坚持下来了 这个特别好 就生活里 就是有的时候 并不在于学历啊 就是你生活里面 坚持去学习 其实也挺棒的一件事 对 因为读书嘛 在任何场所和时间 都应该可以 特别好 但是我现在我就感觉 真的是我坚持不下来了 我真的 我不知道该怎么 该怎么才能接受 你对我的振奋好 这份爱 老师们看 这段感情应该怎么办 何去何从 问题又出在哪儿了 我们一起进入邱比特问卷 好 我看到这个男生上来之后 说实话 我一直在观察他的表情 他呀 始终 这个眉头是紧簇的 然后他的脸 我相信他是一个很喜庆的脸 但是我看到的是一张 愁眉不展 心事重重的样子 所以我在想 爱情真的是需要匹配的 这个匹配不仅仅是双方 家庭的门当户对 还有时候是 心灵上 灵魂上 学识上 语言上的一些匹配 这就是你说的你特别累 我在听你们的爱情的故事的时候 我觉得你始终 是站在树下的一个人 用双手在拖着这个姑娘 她要拿树上的那个金苹果 有一定的距离 而你又没有一个梯子 你只能用自己的双肩和双手 来努力地拖着她 你踮起脚尖 她还是够不到 所以你摇摇欲坠 我如果是你的妈妈 我会非常心疼 我会跟你说 孩子 别够了 咱脚踏实地的 就在身边 抓着身边 适合你的女孩的手 咱就这踏实地往前走 姑娘 我听到一个细节 我想追问一下好吗 小伙子把她所有打工的钱 除了自己的一点点领用钱 全部给了你 是吗 对 你真的就拿着了吗 其实也没有 我帮她攒下一些钱 我想说的是 我是母亲 如果我的女儿 在她谈恋爱的时候 对方一个小伙子这么辛苦 我女儿还在上大学 而我家境很好 我女儿把对方小伙子 辛苦打三份工的钱 全部拿在手里 我会毫不犹豫 一巴掌甩在我女儿的脸上 你在干什么 你一个女大学生 你在谈恋爱的时候 你没有跟对方有承诺要结婚 甚至你的未来都不知道怎么样 你为什么要把别人的钱拿在你的手里 为什么 孩子 这不是你的爱情观 不是你应该拥有的价值观和人生观 你不能这样 你需要的 家里人会努力给你 如果家里人做不到 你自己去努力 你不能这样 我想说的就是这些 谢谢 好 谢谢周琴老师 周琴老师 小佳 说实话 我个人觉得你配不上他 我觉得太多人的那个价值观是有问题的 我爸妈挣的钱就是我的钱 我妈给我买化妆品 我爸给我买包 我就是很高端了 这高端的东西不是你自己挣的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别人赠予你的 父母也是赠予啊 跟你有什么关系 你拿着别人给你贴的金 你觉得是自己的 他是一个一天打三份工的人 你说他没有前途 他24岁就能一天打三份工 他为什么会没有前途 我是一直觉得是这样 一个人的高大上 我们不是看他现在有多少钱 不是看他家庭出生背景 甚至不是看他现在有多少知识 是看他对生活的态度嘛 一个人对生活的态度是积极的 是希望追寻改变的 是向好的 是希望去努力争取的 但我们就觉得他以未来是有前途的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就是你很明显看不起他的 既然你看不起他 但你为什么又会爱他呢 我告诉你们 你爱的其实不是这个人 你爱的是他爱你的感觉嘛 你要的是他的感动嘛 你要他持续不断的来感动你嘛 所以你对他有那么多要求嘛 所以你究竟爱的是他呢 还爱的是自己呢 爱的是他这个人呢 还是爱他对你的表现呢 被感动当然是爱的一部分 但被感动不是爱的全部嘛 如果你只是因为被感动 还希望他一起来感动你的话 那么你要问问自己 你还能够被感动多久 最后我要跟这个小伙子说 别人看得起你看不起你不重要 自尊心是一个人最好的动力 不要让自尊心成为一个人的魔杖 好 谢谢大家 好 谢谢陆琪老师 沙达老师 二位好啊 我觉得小蔡挺棒的 面对感情又真诚 然后认真地负责地对待自己的人生 对待自己的工作 然后为了爱情能够百分之百地付出 但唯一的可能对你来说 就是在这段感情当中 你一开始的这种讨好式的爱 让他有了一种错觉 他觉得这就是理所当然的 而且在这段感情当中 不是说他看不起你 是你自己其实也在看不起自己 是你自己也在觉得我配不上你 所以你越把自己放得卑微 然后你就觉得自己在这段感情当中卑微 当然他有很大的问题 但一个巴掌拍不下 你在这段感情当中 也充当了那个制造矛盾的人 你一直在付出 一直在付出 然后突然就不付出了 就搁任何一个人也受不了 就算对面的这个女孩 不是这样的一个性格 不是这样一个价值观 不是这样的一个家庭环境 一样的也受不了 所以这是你在这段感情当中 唯一也就是说可能出现的问题 那对姑娘来说呢 要跟你谈的一个问题 就是最基本的尊重 就是你刚才在台上 特别义愤填膺地说 你就当着这么多人面 这么跟我大声说话吗 那你有没有想过 你当着这么多人面 一点都不尊重你男朋友呢 尊重他人 同时也尊重自己 只有这样 才能是一段健康的感情 你如果一直 去带着一颗 俯视的心去看对方 那就是打心眼里 你压根就不尊重他 你也更不尊重你自己啊 人家一天打三份工 省师姐用 给你买一条五百块钱的项链 你转手就送给你的室友 我要是男朋友 我当时就跟你分手 你太不尊重我了 而且那项链还是一颗心 你把我两手捧着的一颗红心 我递到你面前 你把他啪扔给了别人 人家给你了一百分的爱 但可能在你看来只有十分 大家都一直非常感动的 一个电影故事 《太太尼克号》 Jack和Rose他们两个人 最后那段感情非常感动人 可是我们如果那个电影 在持续往下野 俩人都活了呢 能继续在一起吗 就是因为彼此对彼此世界的 一个新鲜感的探索 所以那才成了一个绝唱嘛 一个感人恢复的爱情故事 你们两个人很现实的问题 不是一路人 但这不可怕 可怕的是 既然我们走在了一起 我们选择 共同去经历一段感情的时候 就请尊重对方 好吗 也更尊重自己 谢谢 好 谢谢珊娜老师 来 图老师 刚才有老师说 你是爱上了她 爱上你的感觉 其实我也不认为是 你只是爱上了她 追逐你的感觉 你很骄傲啊 但骄傲分为两种 一种就是面对别人的权势 财富 比自己好的条件而不卑不亢 还有一种骄傲 就是凭着自己学历比别人高 家事比别人好 就在别人面前指高气啊 你就属于后者 你在她面前有优越感 但是把你扔到其他的女生当中去 比你漂亮的 比你家事好的人面前 你一样自卑 事实上她比你踏实 她没有你那么虚荣 她试多少钱消费 就给你买多少钱东西 你还要占别人的小便宜 带同学去理那免费的发 来给你长脸 她也比你勤奋 她打三份工 你一份工都打不好 她还比你孝顺 打工的钱大部分都寄回家里 你只知道向家里拿钱 所以你们俩相比起来 老实说的确实没错 你的确配不上她 最让人受不了的一句话 就是你站在舞台上 看着男生低眉顺眼的时候 你说就瞧你这点出息 你将来也就这样 你听听你那个口吻 所以注定生活要打你一个耳光 不打你不会醒 还真的自以为是 从各个角色上来说 她是一个好员工 一个好儿子 一个勤奋的职业人 你是个好学生吗 你好好读书了吗 你是个好职工吗 你好好打工了吗 那奶茶卖的好吗 你是个好女儿吗 你为父母 平添过多少责任 给家里做出过多少贡献 你哪来的优越感 如果今天到这里来录节目 我们把这些话一说 你把自己跟这个男生一对照 你能够以此而警醒 今天上这节目对你来说 真的是件好事 因为我觉得至少你没那么复杂 对于男生来说 刚才我们说骄傲有两种 其实谦卑也有两种 一种就是不卑不亢 还有一种就是谄媚 你不要因为自己读书读少了 你就觉得在他面前抬不起头 所以你真的应该看看 现在的热播的电视剧在远方 去看看遥远 一个原来跑腿的 做快递的小伙子 是怎么把自己丰富起来 创建自己的事业 也许你这辈子 你可能就是做一份 频繁的工作 但这也不丢人 所以你没有必要愁眉不窄 好吗 就这样 好 谢谢陀老师 在我的世界观里面 我跟谁都是一样的 不因为你比我有财富 不因为你比我有权势 我见到你的时候 我就要跪下来 没有 一样的 我们是平等的 爱情也是一样 也是平等的 姑娘 你有一段话 我其实挺感动的 你说我愿意跟你 以后一起去奋斗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 就是当你不能端正 你对金钱的态度 对成功的态度 当你也不能端正 对金钱和成功的态度 你们俩在一起谈恋爱 怎么能谈得好呢 所以我在想 为什么说 爱情是一个成年人的奢侈品 就在这儿 因为当你没有成年的时候 你得不到爱情 好多事没想明白 我觉得是没想明白 周群老师那个 说得特别对 我经常在微博里 会看到有些 这个女生说 她不给我钱 她是不是不爱我了 她不为我花钱 是不是不爱我了 我一直觉得好奇怪 就是为什么要谈恋爱 她不给你花钱 就代表不爱你 我不知道这个结论 是从哪里来的 爱应该是一种感受吧 是一种感觉吧 我们现在是不是 太把它实体化了 如果你真爱她 请学员会尊重她 接下来一起进入 真题六十秒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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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